很個人的見解 對於以下幾種貨品 我叫四款 其實你看到五款 一款是千席令的 最新的 Ironman 其實還未出門 還有這個我們叫做 Production Sample 帽子就開了 很多東西,例如鬆緊 顏色,或者西味 其實還未調整 當然,開帽子 其實多數不改 不可以大改 但有很多實例 他們覺得有很大的問題 可以改的 例如裡面的關節,鬆緊 或者用材料去變成 其實是好事 如果公司能夠給予我們 我們旁觀者,第三方 或者我們部分人 是專業的 我是,經常罵,經常笑 我真的做這行 我不會被罵太多 我是專業評測 玩具 但開箱我是不是專業的 我不是很懂得開箱 我只會做 大家不要緊張取緣 開箱和評測是無分高低的 職業無分貴賤的 只不過我能夠做到的是一個 我叫做玩具的人 所以你經常被人說 我記錯資料 我都不認識它 但我只會玩具製作 也是懂皮毛 所以跟大家說一些大家喜歡的東西 或者是想知道的東西 對,硬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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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 所以大家可以給多一點意見 也不一定 或者可能會有更好的事情 會發生 好,另外就是 因為我很想說 自己對這款千四年的感覺 另外就是兩款模型 其實就是圓模到 80k girls 的模型 300元有找 250多,40多一盒 就搞定,大大盒 起碼這個盒這麼大 要砌到你傻 其實要砌到你傻 以我來說是砌到傻 這件很細 很多,很精密 砌出來很帥 但是很難去砌 說真的 所以找人幫忙砌了兩隻 不是我砌的 讓大家看到 砌好後的樣子 完全沒有砌 只拍攝就叫做素組 另外就是 也有很多人看的 Visual Soundwave 其實這個版本 我們早幾星期已經做了評測 或者叫做船頭版 或者production sample 的評測 好像RMM千年 也有很多人有 feedback 我這次的希望 不是平反 我只能說出另一個角度 我就會看回我的看法 我一個做玩具的人 我喜歡玩具的人 從設計角度 從相差角度 他有什麼好處 或者弱點 弱點我當然不會說太多 因為我知道 產品是成本和時間的構成 即是說 有時候不夠成本 不夠時間 或者售價有限 其實是做不到一些事情 即是你不可以用 雲吞麵的價錢 做一鍋刺出來 其實是很難的 他告訴你 刺那個不是真的 是假刺 我希望這個比例 不要讓大家覺得錯 好 我們會說一下 Visio Soundwave 和他的拍檔 好 另外 最左邊 就會看到一個 是德軍 這是我自己 熟悉 或者專長的 產品類型 少說 因為由於是 立說德國的東西 我們 西方那邊 就很禁忌 所以 我們都是 用產品角度 去說 或者歷史角度去說 避免過一些 大家不喜歡的題材 對的 有些人不喜歡 其實就不要說 不是說自己喜歡說 就什麼都說 那些不喜歡的題材 其實應該要考慮 別人的感受 才去說 所以我們做了一段時間 話頭話時話 我由做以前網台 做到現在 做了8年的 網上的事情 或者社交媒體 所以都明白到很多事情 所以 接受了 理解了 習慣了 所以我們繼續努力 我會很開心心努力 好 所以這隻 是一個二次大戰的 德軍的空軍司令官 好 我們開始說我們的事情 呃 願無盜險靈之豬糧 真是好 由其他面 因為我曾經聽過的傳聞 就是早期出的 80KVIROS 面有些東西 我理解就是 這是一個模型 全隻用ABS去處理 尤其是處理的弧度 即是人性化角度 其實ABS不是一個最好的方案 應該用PVC 我現在沒有摸過它 我斷猜它 即是有摸過胸 斷猜它也不是PVC 所以呢 因為一排的模型 一定是同一種材料 我知道有些很厲害的 例如日本的BANDAI 它們可以同一個 叫做 一色成型 多色成型 即是在一塊板 一個kit 裡面 它可以不同顏色 但是這些比較高端 潛端 潛端 一些的技術 不是到處做到的 何況是不同料呢 我覺得就未必 就算它做到成本很貴 舉個例子 它可以堵塞了一些水 入水位 然後就入不同的料 分開兩次碑 但其實你有感激 浪費時間呢 而且選擇是很大的 因為溫度不同 時間不同 其實最後面有很多費件 所以我想不到 暫時來說 是有這種 一色 不是多色成型 是多種物料一齊 我 我暫時沒聽過 當然有 但技術很高 以及很貴 其實生產玩具 精品來說 其實它們用到的模具 不是最精密的那種 你不要說是最高階的那種 但是是否不便宜 是否不貴呢 是否很便宜 不是一定是有價值 如果不是一般的 普通的器皿 其實那些武具就會便宜 但玩具來說 那些武具就會 都是精密的 就是不是最精密的那種 Figure我會用四個角度來看 第一就是上色 第二就是可動性 可換性 第三就是物料 物料跟它的重量結構 第四樣就是它的 看看 就是外形 其實我是外形才缺的 因為外形不好 就很難叫我買 這裏我願望到有點升賺 其實我不是我砌的 是一些 其實居民是一個小朋友砌的 所以它就沒有朋友 過程應該有點複雜 所以它是很複雜的 其實它是很複雜的機械結構 當然你會看到很多 日系動物的影子 或者遊戲中的影子 這是固然之理解的 都是那類的 難道你天盲空的那些 就叫做Designer Toys 好 那這個就是 二百多元 如果你有時間 這樣砌出來 其實是很划算的 關節那些 其實呢 據我朋友 玩過的同事 或者主持組 其實整隻 關節是 出奇地緊的 Niko說 不難砌 是出奇地緊的 以它這麼幼細的部件 去處理 它是 即是緊的 你這樣擺著擺著擺著 它都不會擺著擺著 擺著擺著擺著 它是緊的 你的搖的位置 是因為 那個Stand是鬆的 那個Stand有些支撐位 有些槓桿位 它是一定可以動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 其實這個性價比是 不錯的 二十多元 現在的東西 真的不知為何便宜到這樣 我都覺得 是莫名其妙的便宜 好了 這個 這個 這個另一個名 其實它有些名字 我不特地說 剛才說的一隻 有個名字 叫做 Renee 另外這隻 就怪一點 像是普通話拼音 Suan Hu 我就不說了 這些 因為它本身 都有少少少原創味道 當然這些巨文 是很流行的 美少女家 基甲那些 你看到小BOOTAP 在這裡黏著 就拿著炮 其實它是可以拿著炮 造型上 可能 不知道是否會拍 遲些 或者拍完 所以就這樣先放 如果你說外形 撇開有沒有模仿 抄襲的問題 其實 是不錯的 我不知道 我不是說它有抄襲 概念是類似 一些 以後的系列 但是外形 是做得不錯的 看不到有些 我們叫設計上的 不好看 很容易接受 如果你說它是IP 你也會覺得 可能是 是遊戲的 可能是 所以外形上 OK 而且模型的製作 是很好的 它們開模技術 是很精準的 因為其實說到這些位置 你會發現 有些條條蜓 或者鬆泡泡 或是視線 甚至有條條蜓 甚至有條條蜓 是不合不來的 那些就是 兩樣東西 一個是 武具的問題 另外就是 啤件的質量問題 其實膠料是水 即是液體 在高溫之下 它們走得不均勻 不是水就流到很均勻 它們都會有不平均的情況 尤其是膠料不是水 不是水 它們是有密度 所以它們有重量 所以有時候 它們去到一些很窄的位置 或者一些刁鑽的轉彎位 其實走得不均勻 或者它們沒有做足夠的 即是鑽索的壓力 就會出不完膠 或者出得不平均 就會出現很大的問題 所以這些位置 現在的啤件 就少見很多 很多牌子都好 這個呢 其實它這麼細 和複雜 1比12的比例 其實已經是做得很不錯的了 而且這個價錢就非常划 好了,不再爭了 我多數都是賺 對 想聽彈的 就不要看太多了 各位老友觀眾 如果喜歡我們ToysTV 或者我自己 Blindlow的一些影片 麻煩真是 不要省皮 幫我訂閱了我們的頻道 ToysTV的頻道 按鈴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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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所以一個Like 不要亂吃 很重要